昨天本台自办栏目杨健博士谈时政观众见面会在TV33大楼隆重举办 新西兰各华人社区代表及热心观众200多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观众们踊跃提问建言献策 整场活动高度展现了华人社区对新西兰国家社会发展的强烈关注 杨健博士谈时政是一档关注国家政策 服务百姓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节目 由新西兰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博士主讲 TV33节目资深主持人裴函主持 每期节目都会对近一周的热点时事进行全面点评 开播至今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并通过微信留言及拨打电话等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至此节目创办一周年之际 应广大观众要求 TV33特邀请了杨健博士和观众面对面 畅谈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活动在TV33运营总监张志坚的致辞中拉开帷幕 在大家的期待中 杨健博士谈时政主创人员登台亮相 随后 来自保德利斯留学移民机构负责人 以及各华人协会代表 就近段时间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咨询 活动现场 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们热情踊跃 各书己见 认真听取别人的问题 仔细做着笔记 还有专程从澳洲赶来的观众 就自己的疑问提出了问题 杨博士妙语连珠 答疑解惑 风趣幽默 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和笑声 并就大家提出的教育 经济 房产 治安等一系列热点问题 进行了深度解剖和阐述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面对面的沟通 活动在大家一一不舍中结束 杨博士做了最后总结 并对栏目的成功举办寄予了厚望 对搭建此次交流平台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表示 希望以后能多举办此类活动 增强政党与民众间的合作意识